大家好,我是CiC,欢迎来到本期拳红98C的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是灯神大战UP,双方巅峰抢10,目前比分来到了8比7,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看谁节奏更快了,因为后续几局一般情况下选手都会把节奏拉得很快,抢10呢,前期就是一个试探,中期呢,中期打一个稳定性,后期打爆发,这是肯定的,一般精华部分都在后期抢10。 现在灯神,请攻击7手,接上一套连招,摆拳快拳,其实现在灯神不妨使用一个大招,然后怼他一拳啊,那要更酷一点。 现在看第二个回合,UP的布置火舞,好,不止后,先拉后,拉后就扔一扇子扔了个中段,扔完之后不止后接划铲,划铲接个扔,扔完之后划铲,再扔,后面,哎哟,后面跳地压起身,后面再跳地, 哈维迪还剩前一只冲死的,试图破除对手的防御,哈维迪他暴击,暴击之后,压住起身,落地飞,可以,利用划铲操作,接上一个C头可以带走,接着来看灯神下一个角色了,第三个回合,灯神的小尤利,好,尤利向前冲,直接被打了一下,打完之后不止后,利用他的划铲剑,剑剑两次,尤利闪到背后可以,两点之后雷黄拳, 青角C头飞向拳,CD圣龙炫腹队飞向拳,落地逃,逃,逃完之后,青龙一两点,接雷黄拳,让他无法起身哦,这下应该可以带走了吧,现在尤利可以接个大招,没接,没接应该是想秀黑光,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来看UB最后一个利安娜吧,看这个利安娜怎么打,好,利安娜先快拉后,尤利,青腿,旋风腿,利安娜也叫出一个手刀半夜斩的强反, 后面尤利,稳住,利安娜在向前冲,刚CD,雷黄拳空了,利安娜手刀半夜斩腾空,下中角别倒,接着利安娜爆气,爆气之后尤利,他能不能冲破他的防线,中招了,手刀半夜斩腾空,让青角一点C头C头,接大V给他一个战,好,炸完之后,再来手刀半夜斩,继续来,现在邓神剩一滴血,没有了, 那接着看邓神的半夜斩腾,半夜斩腾今天能不能力挽狂澜,把比分给拉回来,好,现在半夜斩腾机器,利安娜也使用了一招刚C的打法,刚乱邓神的节奏,对,众所周知,一定不要进入到邓神的节奏里,进入到以后那就非常难受,现在邓神,全力以赴,好,一直伸脚前前,就很灵性,生龙可以对空, 咱们刚C的砍刀手,砍刀手,砍完之后,半夜斩腾,继续向前冲刺一波,砍刀手,好,拉后,前冲,破防,点一个战青角,起身以后还想再下青角,半夜斩腾再前前罢,哎,中招啦,手刀半夜斩一下,呦,这一波双方断招都比较多,邓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不舒服的血量,生龙东又开始了,邓神是号称江西好生龙呀, 但是面对UP这个玩家,他这个江西好生龙就没有那么好了,现在残血加满气,一套,哎,天底霸王拳,觉醒了,小波接,应该是想小波接上一个大招,秀灰光, 我记得他应该是失误了,没有秀起来,那比分来到8比8,灯神呢,把比分拉平,快速抢到中断之后,打上一套快拳,空中一炸跳台地,后车前,轻攻击取消,然后还想再逃下盘,破防了,破防以后这一套打过去,UP应该是无理接招了吧, 连飞,三飞,三飞,一点血晕掉,他晕掉以后呢,就没了,接着进入到UP,下一个小五,第二个回合, 这一局灯神还是,对啊,比较快速的,已经用前前攻击打压制,那不之后都防住了,防住以后UP, UP他开始他的反攻了不要,闪到背后踢上一脚,没有打中,嗯,哈伯迪再向前冲刺,连续的冲刺, 好,打上一拳,冲刺,就是一个字冲刺,看不之后能不能搞上超杀连, 哦,这个连头拉到角落就很有灵性啊,那,灯神还有一滴血,天, 哎呀,用CD接炮拳,只要再打上一套,哦,打不了了, UP起身就,就烧了一下子,好,看第三个回合,灯神的游力, 现在游力快速冲刺接轻攻击,CD取消胜的炫富的飞翔拳, 让落地下飞,掏一下之后实验一打中断,但是这一下就没有中, 其实灯神如果再掏下半的话,应该是可以中, 可惜这一次UP他猜到灯神要干嘛了, 天地UP使用一招超杀,滑蝉接一个扇子,扇完咒烧, 哎,下C空头空头接一个滑蝉,滑蝉C头一点血带走, 灯神的板游力又即将出马, 灯神目前啊,还是对板游力的任务比较重一点, 现在板游量,左防守板游了一个狐狸亚飞翔脚, 哎,点完下半之后原地闪过, 生龙对攻飞翔脚砍刀刀手了, 哦啦,先来一次龙虎乱舞, 其实这个龙虎乱舞不疼不痒不痒, 不之后,对不之后来说, 用处不大啊,掉这点血, 不之后你看利用一个连头, 又把灯神给搞到了角落,给他一个刀, 起身之后不之后,稳住, 板游量轻角飞翔脚,接波, 波接斩链拳, 刚好有气了, 一个soco game, 好,杀到UP最后一个莉安娜, 板游量最后还是挺稳的, 我们来看莉安娜的, 莉安娜, 哦呀,灯神没有动, 没有动他就抢了C头, C头接大V, 把灯神打到红血, 灯神其实又在等待一个天地霸王拳的机会吧, 现在只有这个天地霸王拳可以救灯神一命, 但是, 哇,灯神连强反的机会都没有, 甚至还被嗅了个黑光, 那比分来了就比巴了, 灯神危险了, UP的赛点, 你们来看第三局, 这局的话, 灯神再次试图逆向过顶, 后面灯神机器, 来,前冲, 压制, 再压制, 不断的压制, 你不动, 我就强压好, 还升龙夹空了, 那灯神可以, 大身一套, 大招连了, 刚好满了一管气, 就因为刚才那种前前压制法啊, 为灯神急了一些气, 现在可以连放三次比杀, 将UP干掉, CD, CD两次, 捅上一拳, 刚刚好, 这个血量, 不多不少, 那看第二个回合, UP的小五, 好, 小五开场给他一个飞, 哈文帝呢, 哎, 不知道后再来一个飞, 哈文帝都防住了, 原地闪过, 十五抢上一招, 但是不知道后, 这个进攻, 甚是抢悍的, 华铲接上一个扔, 扔完之后烧, 烧完之后再扔, 又打到中段, 不知道后再给他一套, 华铲, 扔, 扔上去可以给大招了, 灯神, 没有血了, 这就是UP的一个策略了, 其实在之前很多场中, 他都使用了这招打法, 控灯神的血量, 其实这招控血打法, 也是让灯神很无奈, 没办法施展暴气一连, 就很难翻盘, 不知道后, 我还是使用了一招飞, 接头, 接超杀, 到, 中间进行一个中段, 华铲接上一个飞, 飞完之后烧, 烧完之后空中再来一个头, 抽完之后华铲再次扔, 扔上去大招, 不接大招, 还省一颗气啊, UP居然还省一颗气打灯神, 现在来看灯神的板渍良吧, 板渍良如果这局守不住, 那直接宣告比赛结束, 这场呛是, 现在板渍良做好防守, 或者后, 爆气, 板渍良前前, 哇, 这个前前压得比较紧啊, 然后再前前, 前前破防了, 一个中拳狐狸, 哎呦, 15啊灯神, 原地闪过之后, 灯神再寻找下一个突破点吧, 这个突破点还是挺难找的, 灯神狐狸啊, 一次CD, 两次CD, 天地霸王拳, 省一滴血飞翔角, 将他撂倒, 好, 上渍良又进入到第五回合的交战, 又逼得暴走莉安娜, 好, 莉安娜自己爆气, 板渍良呢, 挤满了一管气, 挤满一管气之后, 板渍良中招, 哇, 开场大域, 板渍良交出强反弃的杰柱, 浪废掉对面的两颗气强反, 也是挺直这个强反, 现在板渍良, 好, 天地霸王拳, 可惜不是超杀的, 所以说不能打云, 必须用一个龙虎乱武叠伤害才, 还可以实现最大伤害, 现在灯神这个血量非常不舒服, 没办法释放大招, 也没有满气, 满气了, 满气之后还可以再用一个大招连来搞上去, 走口可以摸, UP没敢动, 机会, 对, 就这样, 连强反的机会都没有给UP啊, 现在比分进入到9比9了, 这是最后一场, 抢时的最后一场, 灯神的打法就更加激进了, 这最后一场, 你看明显就不一样这个节奏, 现在灯神再次冲过去, 不着后给一拳, 灯神继续冲过去, 不着后烧一下, 起研中灯神再冲过去, 哎呀, 灯神今天, 这最后一局火力全开, 飞上一下, 毕竟抢时啊, 需要打一个多一个小时左右, 还是挺考验选手的耐力的, 一般情况下选手都是把, 他们的对实力, 还有体力啊, 保存在后面, 来打爆发, 前期中间啊就稳定, 就是靠稳定, 现在灯神, 几气, 今晚一过, 接受前冲, 安迪呢, 跳地清腿中拳斩引拳, 接上一个生龙拳, 所有的, 打完之后安迪, 要不要逆下过顶, 逆下过顶了, 别中的没别到, 安迪又给了一个生龙拳, 所有的, 然后安迪再逆下过顶, 打中, 没想到UP换出了安迪啊, 很少见得用安迪耶, 两段生龙拳, 干掉了灯神的哈维迪, 来看灯神的游力, 这个哈维迪还是挺可怕的, 他连上一套就不得了, 如果是满气的情况下, 还见灯神, 趁空档时间齐气, 安迪呢, 安迪倒是暴力气啊, 安迪要上超杀力, 安迪失误, 出大招没出来啊兄弟, 这怎么情况, 这下应该可以出来了吧, 这第二次机会, 底头, 可惜暴气状态消失了, 很不巧这就, 反而被游力打了一套, 你看, 这就发生了一个大逆转, 可见UP对安迪的了解并不是那么深, 两次机会都没有很好的抓住, 现在被灯神连轰大招, 最后大森龙起飞了, 那UP剩下一个暴走利安娜, 这一局灯神的剩余是大大增加啊, 主要是前期哈维第把气势给打了回出来, 后期的话就很轻松, C头接大V, 利安娜一套带走了把他, 没得商量, 只要利安娜抓一套暴气脸, 现在来到灯神最后一个人, 灯神的板气凉, 第五个配合, 好, 板气凉直接冲刺一把, 利安娜也是暴气, 暴气就生龙飞翔脚走, 好, 板气凉又中招, 手的外展一个腾空, 清脚C头, 大V, 板气凉用波交助抢反, 利安娜又一个C的手的外展腾空, 手的外展两段一个大V, 后面灯神剩一滴血, 最后10比9啊, 灯神居然输了, 有点可惜啊, 好, 今天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